书法老师带着我们小朋友把这个村子写下来 三位书法名家手把手的带着小朋友用毛笔写春联 这是台电北市区营业处首次举办的新春辉豪活动 民众可以依自己想要的吉祥话 请书法老师撰写客制化春联 为兔年讨个好彩头 台电方面更结合工艺木林 除了团购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生产的爱心口罩 更捐赠维稳金给太阳慈善基金会 支持他们继续协助需要的家庭与学童 过去疫情之前 我们台电每年都有这送春年的活动 那疫情的关系这两年停办了 但是我们爱心不落人厚 非别这个虎年的这个过去 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兔年 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市民朋友 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的一年 所以我们结合我们的社会爱心 太阳基金会第一基金会 我们捐助了很多的物资跟用力安全 那我们也要送我们的市民朋友 一些春年给他恭贺新的一年的到来 太阳慈善基金会辅导的学童 如亮澄现场演奏电子琴 精湛的琴艺获得满堂彩 太阳慈善基金会多年来 以协助需要的人获得资源为宗旨 包括成立课后照顾班等 在疫情冲袭下 退于台电方面主动伸出援手 基金会方面非常感谢 更做了一副对联表达感激 其实我们基金会也是正在起步 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可以 慢慢的让社会对我们有更多的信赖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运作起来 可以帮助更多的小朋友 台电新春辉豪结合公益的做法 也获得地方里长的肯定 不错不错 蛮好的 像今天这个活动就办得很成功 圆满 除了举办新春辉豪正春联 及公益牧林活动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方面 也在现场进行用电宣导 呼吁民众春节期间 注意相关用电安全 其中因应太阳光电大幅增加 112年起实施新间离风时间电价 建峰时间从日间移至夜间 台电方面特别提醒 25000户时间电价用户注意 调整用电时间到离风时段 配合节约人员 同时也能减少电费支出 一起为环保永续尽一份心力 我们台湾的这个用能源在转型 我们今年有新的时间电价的 时间带的移转 现在我们的建峰应该是比较接近下午 5点到时间这个夜建峰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事业也宣导民众 移转我们的这个建峰的时间带 那冬天我们发现民众 因为经济水准提高 热水器电暖炉用了很多 我们也现在说希望说 他们有独立的回路 能够保障用电安全 春节期间我们可能会有远游 那家里的插头记得要拔掉 那所以说用接着这个机会 春节的活动来做一些运动用电宣导 希望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新年 好 谢谢 记者张启吞 台北报道